鳳梯 鳳梯 哈囉大家好我是虫 assaulted peppers 早一科 最近是不是要被熱到整個人已經 在程式做菜之前呢 大家先手牽著手集一氣好不好 我們先幫家裡的冷氣先鑄念10秒 希望他可以安然度過2022的夏天 為了幫助費爾寶們度過這麼可怕的酷暑 今天我們來分享的料理呢 是冰涼開胃酸辣又過癮的簡易版口水機 口水機這個做法其實傳統一點 古早一點他們就是拳擊來做 但現在一般人在家裡就是 今天我們用去骨清雞腿的方式來做 在香料水裡面把它煮熟 那這煮的過程呢 我們會另外搭配一個紅油醬汁 最後準備一些配菜混合在一起就完成了 看到這邊費法沒應該有發現吧 這裡面就是滿滿的蛋白質還有蔬菜纖維 低醣飲食 怎麼辦氣勢好像沒有出來 我以為會 低醣飲食 總之這一道我們做得非常清爽 然後裡面沒什麼澱粉 讓你夏天吃起來也水水的 沒有什麼負擔 那我們就來做吧 我們先來做香料水 這個一開始的做法 其實跟我們之前做鹹水機有一點像 我這邊呢先加熱一公升的水 然後同時把香料處理一下 大概三四片 那蔥的話呢就一整隻 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就OK了 湯到水鍋裡面了 這個火不用開太大 讓它慢慢煮滾 讓它味道也可以釋放出來 然後加入一大匙的鹽巴 一大匙的 我今天用的這個是花椒 那我們就放著 把它煮滾 等一下再把雞肉放進去 胡椒的話大家用什麼種類都可以 我今天希望有一點焦麻的風味 所以我今天用的是 四川的大紅袍花椒 那家裡面有的話 你要用 白胡椒、黑胡椒粒也行 那如果你沒有顆粒的話 就先一絲一絲跑一點進去 我覺得都OK啦 滾得也OK喔 別用急 把火轉小 讓它把味道釋放出來 肉的話我們用的是 去骨的雞腿排 千千 好恐怖大叔喔 真的千千不要告火 那拜訪我們另外你也可以用像是 豬里雞啊 豬五花 感覺肥肥的好爽喔 海鮮的話你可以用 蝦子啊 套Q啊 魚肉 那海鮮很快熟就不用另外準備香料水了喔 如果你今天腿肉比較大 你的煮跟燜的時間就要再拉長喔 我今天買了這個金楓塞 已經切成兩塊小的了 所以時間蠻短的 那這個空檔呢 我們把我們的紅油醬汁做起來 這個醬汁 跟上禮拜做的那個川味小黃瓜有點像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它裡面加了一些 麻油的香氣 然後還有芝麻醬喔 我今天家裡的杏辰已經用完了 所以我今天要用的這個是 吉比花生醬來做 材料非常簡單 全部丟進去之後 喇喇就完成了喔 這個夏天 不要那麼認真做菜 真的太熱了 蒜頭老樣子 拍過去皮然後切末 把蒜頭裝進來 然後另外一邊 姜泥就直接磨進去就好了 欸你過去一點我離水爐好近好熱喔 你先往右一點 太熱了 加入一點糖 那這個醬汁的鹹味呢 主要會來自醬油 我們用醋來帶酸味喔 那這個叫口水雞馬 就是你要吃的時候讓你 雙夾生津 讓你口水直流 所以酸味是一定要的 放入芝麻醬或是花生醬 大概半尺的量就可以了 如果你們芝麻買回來很白 大家可以先乾鍋把它炒上色喔 你麻油跟那個芝麻醬可以二則一就好 如果你家裡不是都有的話 最後呢我們要加入紅油 也就是辣油 那這個就是我們上禮拜也有用 是羅安妮小姐姐 教大家做的四川油泼辣子 那芝麻醬跟花生醬會很濃喔 大家要先把它們拌開來 這個醬夏天看起來超爽的啦 我們的雞腿肉現在也煮了10分鐘了 但我猜裡面應該還沒有熟 所以我們第二階段要離火 熄火離火 然後用餘溫再燜個10分鐘 我自己有一個簡單的算法啦 我通常煮多久就會泡多久 那雞肉最後用餘溫把它泡熟 它就會保持非常軟嫩 又多汁的那個口感 那剛剛還沒有加酒進去 是因為我希望就是 酒味濃一點點 我希望熄火之後 再泡的過程再放進去 我現在用的這個是紹興酒 大家在家裡可以用米酒取代沒關係 用米酒的話 量也可以再放多一點 拌一下 那我們就蓋上鍋蓋 靜靜的再燜個10分鐘左右 沒想到 這裡會有業配吧 想要跟我一樣又廢又能輕鬆 單桌一桌子水菜的話 我與好學校合作的 索愛客私房料理學 現正的麥醜 裡面收集了世界各國 經典的家常燕客菜色 我們會用最精準的比例 最完整的步驟 帶你手把手 完成這些料理 有興趣的廢話們 趕快點開影片敘述欄位 找到網站連結 加入我們 線上料理課的行列吧 到這邊已經快完成了 紅油的砂糖溶解完 就可以準備淋上去 那這時候來處理一下我們的配菜 我今天用到的配菜有 豆腐 小黃瓜 然後豆芽菜 然後最上面裝飾的是 花生以及香菜 這些東西 完完全全沒有一定 喔有啦 香菜應該是一定要的 或者是蔥 如果你買不到的話 但是其他這些蔬菜跟配菜 其實你們可以就看 家裡冰箱有什麼 全部拿出來傾一傾 可以生吃了就把它切碎 不能生吃的呢 像等一下這個豆芽菜 其實我會快速過回一下 就可以拿來秤底囉 先來處理小黃瓜 頭尾去掉之後呢 先對開一刀 然後呢 我會再橫剖一刀 接下來把它切成寬片狀就OK了 這個切法是讓你的小黃瓜 比較有口感一點點 會切耶 你們覺得這個形狀 沒切斷 可惡還被你拍到 好啦先這樣 趁砧板還乾淨著喔 我把花生先切起來 隨便剁碎而已啦 我不希望整顆進去 這樣口感會太粗了 豆腐也把它切成丁狀就OK了 我覺得我冷氣最近有一種 快要過世快要 快要離開這個人世間的感覺 回來看一下 雞頭肉已經在泡了十分鐘了 那我們要先檢查一下它是不是熟了 方法非常的簡單 我怎麼把自己搞得這麼忙 我們先取出來 我們從最後的地方 用筷子直接戳進去 然後你壓一下 你看這樣冒出來的都是湯汁對不對 都是清澈的 如果你這樣擠出來是血水 它就代表它沒有熟 那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當然你就用刀子切開來 看一下它的肉質 哇現在已經 超香 味道很讚 準備來泡冰水囉 好想喝那個汁喔 真的假的 為什麼 你最近日子會不開心嗎 很香耶 我們接下來要再泡個五分鐘喔 讓你的肌肉瞬間降溫 它到時候吃起來就是會非常的Q彈多汁 就是 最後一個配菜剛剛還沒有處理喔 我要快速翻炒一下我的豆芽餐 因為我就是 我覺得生吃那個豆味太重了 這算是今天可能唯一要熱炒的地方 可以耶 這樣就不用再 對 我其實用餘溫 或者是你們再把它煮滾一次喔 這真的有點像是做鹹水雞的做法 而且其實我應該用餘溫過一下就好了 反正豆芽餐也不用到全熟了 就可以吃了 那我們就放進去喔 真的非常快 我沒有讓它全熟 我只是去掉那個草青生味而已 這樣泡一下 剩下用餘溫就可以囉 這個雞肉啊 廢話我們在家裡可以一口氣多做一點 然後在這個步驟把水瀝掉之後 放在那個蜜蜂夾電袋裡面 丟到冷凍庫裡面保存 我覺得放個三四個禮拜都沒有問題 要吃之前退冰 我覺得切成薄片做成沙拉 或是配個麵啊飯都非常的讚喔 那我們現在把已經泡過冰水 非常Q彈 緊實的雞肉給切薄片 沒什麼糟了耶我 很緊喔 加通話 超沒有禮貌 但它真的變得緊實很多喔 那我們就準備來擺盤吧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做看看 喔 有點太辣 那個雞肉真的吃起來超Q的 然後肉汁都還在 因為我們最後是用泡的喔 然後它沾附了這個紅油啊 難怪還會加 它真的叫做口水雞 所以我現在兩邊已經 雙頰雙筋 雙頰雙筋啦 我覺得 真的超級開胃的 就算沒有食慾的人 一吃也是馬上精神就來了 然後這個醬汁啊 雖然它是酸度偏高的 但是因為裡面有 芝麻啊 花生啊 麻油 我們今天還放了花生醬 所以它入口的時候還是非常的滑順的 真的很好吃 我是不是太誇張了 配個冷麵或者是粉條 我覺得都很搭喔 然後這道菜我們的做法也是 蔬菜量超多的 好脆 蔬菜很脆又好吃 這麼大量的蔬菜纖維 讓你腸胃也蠕動得很健康喔 我原本是一個蠻討厭豆腐的人 然後我就是不喜歡沒有味道的東西 但是這個 嫩豆腐滑滑嫩 嫩冰冰冰涼的 配上這個酸辣的醬汁 這個豆腐我可以 大家有想要看嗎 豆腐那麼難吃 我就是不喜歡豆腐 但我同事們就是每天都逼我說 他們就是豆腐粉 為什麼不拍一週七日豆腐料理 我就覺得 有什麼好拍 還是費寶們有非常想看 有非常想要學豆腐料理的話 可以留言加一 如果人數過多 他們就會開始繼續勤勒我 我們之後就再來拍七個不同的豆腐料理 口水機做完上桌之前 我們就放在冰箱冷藏 上桌的時候直接冰冰涼涼了 非常適合夏天 影片就差不多 告個段落啦 如果費寶們對我的 索埃克私房料理學有興趣的話 記得點開下方的影片敘述欄位 就可以找到課程資訊 我是索埃克 這邊就先謝謝各位老闆 對我課程的支持了 也要記得按讚 訂閱小鈴鐺 想要支持我們 再的話留言告訴我們 下禮拜影片見 掰掰 我每次都要想一個Ending的 上禮拜真的好丟臉 我 真的好老 哈哈哈哈 我就老Idle咩 氣死